同学们,今天你们可以乘坐热气球游览缤纷仙境,这就是热气球。 看上前去怎么一点而也不像热气球呢? 有问题吗?我们来复习一下热气球的工作原理吧。 好的,辉业校长。 如果一个气球比水轻,那么它会漂浮在水面上。 同样的道理,所有能漂在空中的物体都比空气轻。 大家都知道,热空气比冷空气轻,对不对? 所以如果你想让热气球飞起来的话,就要加热热气球里面的空气。 而这个加热工具,就是特殊的气体加热器。 气球越大,它能承载的人就越多。 好,伙伴们,开始,水晶魔镜,升起气球。 该你了,露露。 水晶魔镜,启动加热气,给空气加热。 你们都做得很好。 快去做热气球吧。 现在起直到永远很久远。 哎哎哎。